法师慈悲 各位莲药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是魏塞节 是国际纪念佛陀诞生成佛跟涅槃的日子 这个节日一般是没有在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等地庆祝纪念 但是国际是以魏塞节作为纪念佛陀的日子 所以趁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就跟大家讲讲话 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世间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比佛陀出生在这个世界更加重要的了 所以讲到佛法 讲到学佛 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人听了可能会说 师父啊 你也讲得太夸张了吧 这个人生学佛很重要吗 我看不学佛的人不也是照样过人生吗 是的 不学佛的人生也是照样过生活 只是好过不好过而已 要知道什么是佛法呢 佛法就是让我们离苦得乐 离开苦难得到大安乐的 想想看谁不希望自己得到安乐呢 所以你能说学佛不重要吗 但是或许有些人说这个学佛看起来很痛苦啊 哪里是快乐的 问题是如果觉得学佛不快乐 难道不学佛你就快乐了吗 世间人总是认为说 在日常五一六成的生活 如果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会快乐 或许表面看起来 平常开好车 住大房子 可以聚会 开宴会 很热闹 看起来好像很快乐 但是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 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那种从心里无端端生起来的寂寞 空虚 孤独的苦 其实又有谁知道呢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说 有些明经像酗酒吸毒 甚至走向自杀 或者做一些夸张的行为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 不是已经走在世间人首位的顶端了吗 怎么还会这样 其实都是内心太空虚 本来以为说可以荣华富贵 享受五一六成是人生的目标 结果等拿到手上的时候 却发现是无比的空虚 这个时候自然黄独独都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人生快乐吗 又有些人虽然说 他不是很在意荣华富贵 不在意世间物质的生活 但是他就向往了这个家庭 本来以为说看到一个认为是对的人 所谓的Mr.Right 感到很欢喜 就结婚成家 发誓说一辈子都要走在一起 但是谁会想到 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以外 谁还能够和我们最亲的呢 各位是不是 请问大家 这个世界谁是最好相处的 我想有两个 一个是佛 因为佛不会跑出来跟我们吵架 那如果说不是佛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了 各位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跟自己是最好相处的 是啊 不会有人跟我们自己吵架的 自己以外的人 就算夫妻再亲也好 但是毕竟是两个来自不同成长背景的人 佛法讲得更彻底 因为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业力 烦恼习气 所以人哪有这么好相处的 结婚之前可能还可以说甜言蜜语 有什么缺点都可以掩盖 甚至看到当作没看到一样 但是真正住在一起长时间的时候 考验其实就开始了 因为毕竟都是凡人 性格是有缺的 那缺点盖得了一时 也是盖不了一辈子的 所谓的路遥吃马力 日久见人心 本来以为说找到对的人 结果到最后还是觉得说不过如此 那以前快乐的期待 变成了心理的负担 现在有听过一句笑话 世间人说 本来以为找到对象 是可以一起度过风风雨雨 但是没有想到风风雨雨 很多时候都是对方带来的多 到时候只会发现说 只限鸳鸯不限鸳 那种终究是神话 这种话都是没有结过婚的人 才讲出来的 一旦走过来才会发现 夫妻都是同修而已 各位同修不是一起共修的修 是互相修理的修 拍幸福的照片 放在Facebook Line Instagram 微信的 那谁会想到 幸福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西方人讲的潘多拉河子 潘多拉河子外表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本来以为里面是宝藏 但是打开的时候 谁会想到是灾难呢 但是都结婚了吗 大家的眼睛都在瞪着 那你能怎么办 被人家问说是幸福吗 这个时候只能良心盖一盖 嘴巴勉强的说是幸福 因为不幸福又能怎么办呢 你敢说出来吗 说出来又能够怎么样 说出来真话 搞不好你回家要跪一个地板 所以生活开始可以说一个谎言 接着一个谎言 就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骗自己 但是谁会想到 其实这样只是累积 让自己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而已 尤其像连世大师要离开家里出家的时候 就说这夫妻多数都是前世的冤亲 债主过来讨债的 一开始的快乐的错觉 就是为了骗进来往后的还债的 所谓的无冤不成夫妇 不是冤家不具头 所以把精神花在家庭的伴侣生活 请问这样就幸福了吗 那有些人对婚姻失望以后 开始又把精神放在孩子身上 就以为说孩子是自己生下来的 会和自己最亲 有孩子就是幸福 但是谁会想到 生了孩子 其实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 就不再是属于我们的了 孩子也有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会永远听话的 不会永远跟着我们步伐走的 像有孩子的大多数能够体会 尤其父亲跟儿子的关系 母亲跟女儿的关系 天生好像摩擦就很多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父亲会对女儿好过儿子的 而妈妈会对儿子好过女儿 这些都是天生的业力来的 像有一句话说 无仇不成父子 孩子毕竟也会长大 会有自己的思想 儿子长大后会成家立业 女儿长大以后 也会搬出去嫁人 看到孩子对别人家 好过自己的时候 心里又不是滋味了 像父亲对这个女婿 或者母亲对媳妇的关系 就很紧张 你就会看得出来了 到老的时候有一句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不要以为看到新闻说 哪个家的孩子 照顾生病的父母 就感到很欣慰 要知道那种新闻 是万中无一的 二十四孝 毕竟还是古代的故事 如果是自己遇到的时候 请问会这样子吗 多数都是那种 当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无意当中听到 感受到孩子 无力照顾的心声 有些孩子就一直问 这个医生说 还能够拖多久呢 你几时会走 再不走 自己就要先倒了 种种的 那身为父母的 现在病倒倒在床上 听到这样子的话 有眼泪其实也只能往心里面去吞而已 就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累赘 既然听到孩子用拖字来形容自己 那得到自己过世了 还有多少孩子会想到自己呢 就算有想 一年想多少次呢 最多是忌日清明 那其他的天就没有了 过世的时候 可能会掉几滴眼泪而已 偶尔想到的时候 会上岗一下 但是平常365天都是放在脑后的 这古人说 所以把精神寄托在孩子身上 你就幸福了吗 也有些人认为说 这些都不值得 所以全心全意 把精神放在自己的事业 但是人世间的事业名利 一般都是要靠争权夺利得来的 创业的时候勾心斗角 好高骛远 不懂装懂 讲大话吹牛 压力失眠 担心被人家陷害 欠债追债种种的 有些大企业家甚至每天都要顶着压力 工作十多个小时 这个过程很难让人家想到是快乐的 是不是 万一你真的闯出名堂来了 但是有一句话说 一个事业搞起来了 但是身旁的人都要被牺牲掉了 像现在最有名的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当初最早的创办人 乔布施先生 为了成就他这个电脑手机作品的过程 脾气有多坏 都不知道发了多少的脾气 骂了多少的人 身旁的人基本上都受不了了 甚至最早骂他的人 最后好像全部都被踢走了 连最新的亲人 好像都被牺牲掉了 我们平常看到 一个老板的成功好像有风光 但是就没有看到 他脚下是踩了多少人的尸体 走上来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回想 你还会觉得值得吗 等到有一天 真的这么幸运 你达到事业的顶峰了 那古人说的 中朝只恨惧无多 急到多时也必了 夕阳无限好 只事尽黄昏 平常觉得说聘事业 一直觉得说要更多 但是当你得到最多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躺在病床上 眼睛要关起来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是很美好 但是终究是要下山了 像刚才的那位苹果手机的创办人 他日夜拼命的发明各种的产品 达到巅峰的时候 结果在年轻的48岁 就被诊断说得到癌症 就算是全世界最有钱 最有名气的他 就算是发明了超级手机电脑的他 但是还是救不回他的命 过没多久 五十多岁就这样子去世了 那各位 请问你们现在几岁了 所以你觉得说死亡 还会遥远吗 有一句话说 孤坟多是少年人 现代人的棺材 不一定是装老人而已的 你想想看 他发明了这么多这么厉害的东西 能在生病的时候给他安慰吗 这些手机电脑 能够在他关上眼睛 没有呼吸的那一刻 可以让他安心吗 我想这是很难的 他到时的前一个月 基本上都是拖着 生病的身体还是继续工作 或许他是没有想到 他花了一辈子心血发明的手机电脑 再过没有多久 也是会被淘汰的 各位是不是 请问一百年前的手机 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谁发明的 你看都没有人知道 都没有人记得了 那再过一百年 基本上也很少人会记得说 苹果手机电脑 未来一百年的人搞不好 还会笑这个现代的人 你们怎么会发明这么用 这么烂的东西的 所以古人说 古今江巷在何方 坟墓一堆草没了 以前那些威武的将军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 现在请问他们在哪里了 都变成野外没有人打理的坟墓里面而已 还生了一大堆的野草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知道说 这个下场的时候 请问还会为自己的事业 觉得高兴吗 会感到高兴 还是说你会觉得很悲哀呢 所以说 虽然有没有学佛 你日子还是照样过 那只是好过不好过而已 也因为这样 学佛是人生当中的大事 是现在的大事 有些人以为说 学佛都是退休 甚至是死后的事情 其实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那你应该是现在 当下就是要开始的 是不是 就好像说 你讲呼吸很重要 那当然 现在你就是要呼吸 你不能等以后的 学佛也是一样 因为讲到离苦得乐 除了佛法以外 世间一切一切 就像刚才所讲的 不管是亲情 爱情 五欲 事业 真的不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的 唯有佛法才行 有些世间人认为说 学佛像佛陀和他诸位的弟子 好像很痛苦 但是事实上 他们却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反而认为说 世俗生活很快乐 但是没有想到 他们却是最痛苦的一群 所以我们以为说 佛陀出生在这个世界 劝我们 讲了这么多话 是要控制我们吗 那不是的 这是佛陀慈悲 要度我们离苦得乐了 所以赛尔大师有跟我们说过 佛陀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目的 我读一遍 这一段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 而且本身是具足大安乐 大清净 大智慧 大功德的 伟大的佛陀不会多一点 一只蟑螂也不会少一点 人人都圆满俱足 是平等的 这也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如果说在世间的宗教来看 其他的宗教哪里有所谓的平等的 因为其他的宗教 往往都有一位最高无上的神 其他的信徒都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今天有信徒说 自己可以成为神 反而我想而被当做神经病了 那是佛门不是 佛说众生都有佛性 连动物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为像他一样尊贵的佛 这就是显示佛法伟大的平等 只是说 我们众生却不知道是这个事情 还活到这样烦烦恼恼的 佛就有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就像现在有一个人明明家里有大保障 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 反而在外面讨钱 那这个我们讲真的是有够冤枉的 那相同的 我们众生其实都有大安乐的佛性 但是自己却不晓得 不清楚 还活得这么辛苦 这么烦恼 就好像等于说自己明明有钱 却不知道一样 有一句话说 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 不忍心才慈悲 出世在这个污染的世间 来为我们说法 来引导我们 这就是佛陀出生在这个世间的目的 佛陀出生在这个世间 并不是为了世间所所顺序的小事 佛陀出世 唯一的目的 就是为了救度我们众生 只是说 虽然一般的佛法很好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 大智慧所讲的 但是我们众生 却很难跟随做到 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为我们众生 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来让我们离苦得乐 这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种都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只是说 众生的根基不同 有些是要慢慢 修行三大二生起劫 有些一听就能够顿悟 就好像说 学校的老师教书一样 有些学生听了一遍 他就懂了 但是有些就是要听 要学很多遍 甚至还要上补习班才会懂 这些也算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虽然说是很慢 但最后还是能够听得懂 做得到 能毕业 就是能够断烦恼 解脱成佛道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不管是快速的 还是慢修 始终都是好的 毕竟能够带众生 解脱离苦得乐 只是说 在现实来讲 这宗秀只是理想而已 因为佛知道 就算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大部分的众生 还是怎么样的都学不会 就好像说 你现在要爬山 爬到最高的圣母峰 有一位很好的教练 就教我们八万四千种 可以爬山的方法 每一种方法都讲得很专业 每一个步骤都讲得很仔细 但是你可以做得到吗 各位 圣母峰是将近九千米 九千米有多高呢 一般我们在天宫 看到飞机飞的高度 就差不多有一万米 但圣母峰就九千米 这座山的高度 差不多就跟飞机飞的高度一样了 马来西亚最高的山 也才四千米 就只是圣母峰的一半而已 所以就算现在有专业的教练 教了八万四千方法 上课停了一百堂课 如何爬 那就真的能够爬上去吗 就算是爬山的人员 也会死在路途 更不用说是普通人 也就是说 有些时候 不是说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就一定能够修得起的 听得懂跟做得到 那是差得很远的 圣上的大师说 真的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讲了以后 还是很多的凡夫被遗漏掉 怎么学都学不会 各位 请问是谁学不会啊 你们看我做什么 我是还没有学会 但是你们也是啊 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轮回见面 就证明说通通是没有毕业的 不要整天讲说 自己是什么佛菩萨在来 有多少个是佛菩萨在来呢 你是吗 那你又是吗 我们烦恼断了吗 烦恼都没断 所以我们都是不及格的学佛人 八万四千法门 都没有一个能够过得了 不管是顿教还是建教 还是做不到 有些人说 自己可以顿悟 那请问 这个佛经我们看得懂吗 今天如果三藏十二部 哪怕只要有一句话你看不懂 你就是没有顿悟 是啊 你有看过哪一尊佛说 那这个我不懂 我要查资料的 都没有的 佛的智慧是无所不知的 它一开口就是千古经典 这真的是开悟的境界 但是我们呢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佛经 看了老半天 查了很多的资料 还是看不懂 就算有些年轻的时候 我们讲头脑清楚 口若悬河 便才无碍 但是老的时候 记忆都会衰退 什么都拒不住 甚至老人痴呆症都会发生 这些都是没有真正顿悟的证明 是啊 你看佛哪里会得到什么老人痴呆症的 所以你听到哪位 自称自己开悟成佛的人 往往都是年轻人的多 等到老的时候 往往都是见不到人灵了 因为那个时候才知道说 自己不是开悟的悟 而是误会的悟多了 所以就躲起来不敢见人 少大师说的 众生葬众取悟之者难民 那走不了顿悟的路 那也可以走得慢慢修行的 但是就算真的去学 请问我们的烦恼能够断吗 请问学了这么久 你贪心成会已经断了吗 如果说还想要谈恋爱 结婚成家赚钱的 请问这个有没有贪心呢 如果还会生气 抱怨心里不舒服 请问还有没有成会心呢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没有贪心 没有成会心的话 那恭喜你啦 你的鱼翅肯定很重 你已经重到 看不清楚的事实了 跟糊里糊涂的动物就差不多了 你看佛说的 鱼翅多畜生 贪心多恶鬼 成会多地狱 我们可以看到的 真正修行断烦恼 像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雪山同志 他可以为了得到一两句的佛法 而舍掉自己的生命 菩萨为了证悟佛道 度众生可以舍身为虎 割肉为盈 但是我们呢 今天佛法送到眼前 还爱看不看的 爱修不修的 讲到看电影 电视 上网 讲话 几个小时都不会累 但是看佛经 没有两下子 就打哈欠了 讲为佛法 舍身为虎 更不用讲 我们现在连钱 连事业 连家庭都不能舍 甚至才讲出家而已 就后退3000公尺了 那你还讲什么呢 舍身为虎的 所以少大师就有说过 生死甚难艳 佛法复难心 这是讲到我们众生根基的恶劣 就是说 虽然我们知道佛法很好 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虽然我们也知道说 世俗是拉着我们去痛苦生死轮回的 但是我们众生 就是很难对世俗生起艳离心 很难对佛法生起好要心 现在有些佛弟子常常说 自己很喜欢佛法 讲世间一切都是空的啦 佛法有多好 但是真的有这么艳离世俗 欢喜佛法吗 不相信的话 各位先不要讲究 我们先把我们的头脑回放到一天前 就是想过去的24个小时就好 请问各位 在过去的24个小时 我们花在佛法的时间有多少呢 这个好想不想一回想就还得了 想到过去都是在上网 看电视讲话讲是非 要不然就上班工作家庭玩手机 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是花在佛法上面的 当然睡觉就花掉你8个小时了 1 3的时间就不见了 就算是24个小时花了6个小时在学佛 但是各位 6个小时多不多呢 一般觉得很多啦 但是6个小时也才等于24个小时的四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你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在做世俗的事情 只有四分之一在佛法上面 这个还是6个小时的 那如果说你平常才花1 2个小时学佛 那就更不用讲了 就有些人讲话很大声 我是艳离世俗的 我是很喜欢佛法的 那你这个是讲什么鬼话呢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玩这个游戏机 玩10个小时 就要跟你说他是不喜欢玩的 请问你会相信吗 既然都不相信 那一个人整天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家庭、事业、娱乐、世俗 结果他说他是艳离世俗生死的 他是好要佛法的 请问这个又有谁相信呢 俗话说你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啊 所以我们众生其实对佛法 是很难产生真正的耗耀心 因为我们就是对世俗太连离不开了 好啊 你说你对佛法耗耀 那请问现在要你出家行不行呢 现在对佛法耗耀 那出家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出家就可以身心都用在佛法上面 有些人就说 师父我不行的啦 我出家那我家庭怎么办 我还有事业 我还有感情种种的 那各位请问这个是把佛法放在第一 还是把世俗放在第一呢 你想想看当初释迦摩尼佛是怎么样的 想到要解脱 想到要救度众生 父母反对 太太还年轻 孩子还小 还是照样三更半夜逃出去 这种才是真正感受 是厌离生死 心求佛法的 那整天找一大堆理由的 还讲耗耀佛法 这个怎么能够好意识讲呢 有些人想走出家路 会想到半夜都失眠 甚至想了一辈子都还是出不了 但如果想想到谈恋爱啦 赚钱啦 家庭啊 世间五一六成啦 想都不用想的 马上去做 还做到精进勇猛 譬如说 讲到这个玩手机的时候 你看可以玩多久呢 哇 停不下来的 天天几个小时都不要紧 为了工作 家庭 爱情 世间种种的事情 一辈子到退休 甚至一直到老 都不要紧 也心甘情愿 也自动自发 但是呢 想要为佛门出家 别人一直劝 一直托 都还不要 还要找一大堆的理由 说啦 没因缘啦 环境不好啦 明明是自己不能发心 结果他说 环境不好 没有因缘 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说没有因缘 那古代不是更惨吗 古代是没有交通 那人家出家 要走几千公里 爬到深山 才有试院可以踢渡的 现在交通工具 这么方便 试院道场也开到家旁边 结果还说没有因缘 那你这个不是很好笑吗 明明是自己对佛法没心 还找理由 明明自己喜欢世俗 还说没因缘 这个是艳离生死 好要佛法吗 所以讲什么呢 佛法放第一啦 还有什么呢 什么心出家 生不出家的 这个就不要骗人了 因为根本就不是 其实就算今天 你能够舍弃世俗出家也好 但是能够舍掉 所有的烦恼来正果吗 还是不行的 烦恼还是舍不掉 讲堪波放下立地成佛 讲很容易讲 但是几个出家人 真正舍掉断烦恼成佛了呢 还是没有的 出家人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在家人 所以呢 不要以为说这是讲没有学佛的人 连我们学佛的人也是 虽然我们众生是有学佛 但是我们就是舍不得远离世间 对佛法很难产生的所谓的耗耀心 真正身心交给佛法 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那个心的 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得到 因为做到基本上就是断烦恼成佛了 但是我们成佛了吗 还是没有吗 连佛亲口跟我们讲了八万世前法门 我们还是做不到 我们凡夫就是这个样子 这真的是佛把我们众生看到透透了 是释迦摩尼佛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给我们讲一个特别的法门 是八万世前法门以外的一个特别法门 我来读一遍 说佛话主 因其行故 即广开净土之药门 安乐能人 显张别义之宏愿 说佛话主 指的是释迦摩尼佛 安乐能人 就是阿弥陀佛 为了度广大的众生 为了救其他八万世前法门 都救不到的烦恼凡夫 那释迦摩尼佛就为我们介绍特别法门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法门 这里说的 广开净土之药门 就是说 其实释迦摩尼佛 虽然讲了其他八万世前法门 但是在每一个法门 已经明明当中 为众生打开通往阿弥陀佛的大门 所以才叫广开净土之药门 像佛门里面最有名的两部经 华严经跟法华经 华严经是被称为金王 法华经则是被称为成佛之法华 这两部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因为华严经是释迦摩尼佛 一开始成佛的时候讲的 而法华经是释迦摩尼佛 晚年的时候讲的 而这两部都是讲成佛的境界 那一个是早期 一个是晚期的 所以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特别的 因为最特别的是释迦摩尼佛 不管讲了华严经还是法华经 一切诸佛之信要 菩萨万恨之施难 皆不出于此意 偶尼大师就有说 华严经是奥的宝藏 法华经的精髓 一切诸佛的法 一切菩萨的行门 全部都在南无阿弥陀佛里面 这不是祖师乱编的 而是经论当中 处处可以看到释迦摩尼佛 劝众生倒归极乐 因为既然两部的金王 都可以看到释迦摩尼佛的引导 那更不用说是其他的经典 确实有人找过 在佛门的经典里面 就有200多部经论 是看到释迦摩尼佛 有提到阿弥陀佛的 是很特别的 因为释迦摩尼佛 好像特别喜欢提阿弥陀佛 也因为这样 佛门才有说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极乐净土 善导大师也说 释迦如来 十世 十悲父母 种种方便 发起我等无上信心 门门见佛 得生净土 不管释迦摩尼佛 讲了多少的法门 其实最终门被打开以后 都会看到阿弥陀佛站在那里 就好像说 现在有很多善门 但是不管哪一个门 打开到最后 都会看到阿弥陀佛 在那里等着我们一样 尤其观经的最后 是特别的明显 观无量寿经 阿难即从做起 百佛言 世尊 持法之药 当云和受持 佛刚阿难 如好持世语 持世语者 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这是观经 最后释迦摩尼佛跟阿难的问答 因为在这之前 释迦摩尼佛已经讲了 八万四千法门 种种的修法 到最后可能也太多了 所以阿难就问释迦摩尼佛 到底哪一个才是要点 要怎么受持呢 就释迦摩尼佛 最后就交代 我们众生要好好受持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所以各位 看到释迦摩尼佛 本怀是什么了吗 想想看 就像今天 你朋友找你 讲了很多的话 但是最后的时候 他是准备跟你推销 他卖的产品的 那你觉得说 哪一句话是真心的 是前面讲一大堆 是真心的 还是最后卖东西的 比较真心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都是最后要卖东西的 比较真心 相同的 释迦摩尼佛 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最后的时候 就只有交代 流通念佛 那其他的就没有再交代了 就可想而知 释迦摩尼佛的本怀 本意 就是要我们众生念佛就是 只是说 有些人可能好奇说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要这样大力推广念佛呢 这就要讲到 念南无阿弥陀佛法门的特别了 撒尔大师说 释迦摩尼佛就是为了我们众生 广开净土之门 让我们可以看到 靠上阿弥陀佛特别的宏愿 阿弥陀佛的宏愿有什么特别呢 到底跟其他佛陀 跟其他法门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要这样子俗世的介绍推广呢 释迦摩尼佛大师就说 阿弥陀佛的宏愿 特别是在于说 能够射受一切善恶凡夫 往生净土 要知道 八万四千法门 往往只有射受会修行的 圣贤人善人 不会修行 业力烦恼身中的恶劣凡夫 是没有份的 但是阿弥陀佛就不一样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切胜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原也 如果说今天恶凡夫 不能够被阿弥陀佛救度的话 那善导大师倒是可以直接说 是一切凡夫 或者是说一切善凡夫 但是都没有嘛 善导大师说 是一切善恶凡夫 都能够得生极乐世界 一般以为说 阿弥陀佛只有接引了 这个大圣人 大菩萨 大善人 但是现在 善导大师说 是凡夫都可以 不只有修行的凡夫有份 连散乱的凡夫也有份 不止善的散乱凡夫有份 连恶的散乱凡夫 像善恶道的众生 都能够念佛 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就一切善恶凡夫 通通都不会漏掉 这是阿弥陀佛的特别 是跟其他法门 其他诸佛不同的地方 因为阿弥陀佛能够救度到 其他诸佛救不到的众生 所以才称之为 别异之宏愿 真的是非常特别广大的大愿 这是善导大师 从净土经典找到的依据 我们看 观经里面就有说 未来是一切凡夫 如是凡夫 心想累累 佛灭后 诸众生等 着恶不善 无苦所逼 未来是一切众生 为烦恼贼之所害 如此于人 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有众生 毁犯五戒 八戒 几具足戒 如此于人 偷生其物 到现前生物 不尽说法 无有惭愧 以诸恶业 而治庄严 有众生 做不善业 无逆十恶 具足不善 所以说 阿弥陀佛能够度恶劣凡夫 都是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 阿弥陀佛在第十八月说 十方众生 当然也包括 这些恶业凡夫 在观经里面 佛爱特别给我们讲出 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 世间整天 造业造罪 没有惭愧的众生 等于就是路边 一般的普通人一样 我们说那些人有惭愧吗 好像都没有惭愧的 反而是理直气壮的那一种 他们可能说 我杀鸡有什么错 动物都是给人吃的 我讲骗话有什么不对 其他人还不是一样 我可不看 这个就是理直气壮 没有惭愧的造业 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 佛说还有更严重的 佛说还有一种有学佛的 但是学佛不好好学 反而常常破戒 受五戒 破五戒 受八戒 破八戒 甚至出家了 还把所有的戒律 全部破光光 不止如此 还偷出家人到场的东西 乱讲佛法 整天造业 各位有这个夸张吗 佛说的就是有这么夸张的人 但是还不是最夸张的 因为佛说还有一种是全法界最恶劣的五逆十恶 有些人以为说破戒很严重 那确实是很严重 没有错 但是还有更严重的五逆十恶 因为他不止是完全的恶业 而且还恶劣到想要伤害佛陀 也杀掉阿罗汉 破和和声和伤害父母 这种是从根本上是恶到底的大恶人 但是佛说 这些恶劣的众生 如果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就可以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得生净土 而且还很殊胜 像第一个世间的恶人 佛说他在最后念佛的时候 见到阿弥陀佛放光照遍整个地方 然后就断气坐上莲花 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的宝石当中化身 那第二种破戒的众生 本来他是看到地狱的大火烧过来的 但是一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结果地狱大火就变成了清凉风 风当中就有很多的莲花 莲花上面还有很多的佛菩萨来迎接他们 一瞬间就到了极乐世界 那最后一位的五逆十恶的众生也是 本来五逆十恶是阿弥地狱的大恶业 是要堕落到地狱无量解的 结果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消掉所有的罪业 最后他是看到金色莲花 各位不是普通的莲花而是金色的莲花 好像太阳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 就一个念头的时间到了极乐世界 就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快速 各位看看 这个就是恶劣凡夫能够得生极乐世界的证明 佛亲口所讲的 所以善导大师就说 真的是一切善恶凡夫都行的 不只优秀的众生可以 连恶劣的众生都没有问题 不只一两个 而是一切善恶凡夫通通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如果说还不相信的话 那只能说自己没有福报而已 不过我是好奇 如果说你连伟大佛陀讲的话你都不相信的话 那请问谁的话你还可以相信呢 你老公跟你讲不真实的甜言蜜语 那你也相信 你老婆平常偷藏私房钱 那你也相信 但是偏偏伟大师被佛陀讲的话 你就爱怀疑 所以真的只能说是没有福报了 有一位宋基士就说过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说他有一位舅妈 那个时候舅妈已经72岁了 而且这位舅妈一辈子可以说是苦命人 因为他先生一早就过世了 是他一个人把5个孩子养长大的 一辈子的经历 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本来以为说到了老年可以想幸福的 就没有想到他又得到癌症 被这个病痛折磨到不成人形了 那人生就是这样 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如果没有从这个轮回解脱的话 生生世世都会这样了 甚至更苦的事情还在等着我们 结果有一天 这位舅妈她是痛到受不了 宋基士就来探望她 宋基士到的时候 其实看到舅妈大喊大叫就很凄凉 听到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她的痛苦 那宋基士突然就想到说 倒不如就请舅妈念佛吧 念了佛可能就不难受了 虽然就跑去跟舅妈说 但是舅妈听了就问 我总不能一直念佛吧 那我念累了怎么办呢 宋基士说 你念累了就休息 念佛又不是说 要24个小时不间断的 你念累了你就休息就好 那也真的是佛力不可思议 因为舅妈开始念佛以后 就没有再大喊大叫了 就没有再这么难受了 那到了晚上 这女儿看到这位舅妈一动也不动了 嘴巴也不喊痛了 但是脸部变得笑眯眯的 所以她就用手 用去鼻子那边探一探 就看妈妈是不是断气了 是不是死了 结果这位舅妈还是有呼吸的 还有气的 这位女儿直接就说 你看念佛真好 妈妈竟然好喘 痛苦了 脸还笑眯眯的 到了第二天 舅妈还是一动也不动 躺在那里 脸部还是笑眯眯的 女儿又再次探一探 有没有呼吸 结果还是有呼吸 所以马上在这个耳边就喊说 妈妈妈妈 既然还没有死 也睡得太久了 就喊一下妈妈 结果舅妈还真的醒过来了 更没有想到 她一醒来的时候 舅妈就说 这念佛真好啊 因为刚才是去了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怎样 还有很多的莲花 我在莲花的四周围转了一转 就要听到你喊我 我就醒过来了 原来 昨天到现在 这个舅妈老人家躺在床上 不省人事 是佛力加持去了极乐世界一趟 难怪脸部都是笑眯眯的 当然去了极乐世界 当然是笑眯眯的嘛 所以舅妈看到莲花以后 就感到很殊胜 就想要说 阿弥陀佛让她可以坐在莲花里面 宋居士听了就跟她说 只要念佛就行了 剩下的一切 阿弥陀佛都给你安排好 到了下午的时候 舅妈吩咐女儿给她洗洗念 换衣服 并且还说她不会在上厕所了 女儿听到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结果还真的 晚上这位舅妈就这样往生了 刚才说不再上厕所 就是说阿弥陀佛要来接营的时间到了 所以不用再上厕所了 那往生的时候 这个女儿还闻到很多的香味 她是说是非常香非常香的香味 接着看到妈妈变成菩萨一样 脚下一朵大莲花 过后就跟阿弥陀佛走了 非常的不可思议 舅妈断气后 孩子跟亲戚宋居士就有助念念佛 八个小时以后 舅妈的身体还是软乎乎的 人死后虽僵硬的 但是舅妈念佛却是软软的 佛力加持就是这样 各位我们看看 念佛法门真的就像上导大师所讲的 一切善恶凡夫都能够得度的法门 这位舅妈就是一个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人 他没有学佛 他没有修行 对佛法什么都不懂 而且还是一个被癌症折磨到痛到不得了的病人 还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讲到念佛 这位老人家也没有念多久 你记得刚才那位老人家念佛念的多久吗 才两天的时间而已 各位 当天念佛 当天又去了极乐世界一趟 家人看到 他昏死在床上 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结果没有想到 是梦游到了极乐世界了 就一个没有学佛的人 真的说出来极乐世界是无量光莲花等等的 那我们讲真的不是骗人的 那隔天时间到了 毕竟他也是病重的人嘛 结果就这样子 蒙佛皆引往生净土了 就两天的念佛时间而已 第一天先去极乐世界看一看 那第二天就到了这个净土了 所以真的 阿弥陀佛的愿力真的是宏愿 真的是不可思议 真的是广大无边 真的是可以广度一切善恶凡夫 就算像故事的老人家 他是一个烦恼凡夫 已经痛到哀哀叫了 但是只要有佛号 阿弥陀佛都会加时互念 一开始念佛就减轻了这个痛苦 过后再游戏极乐 最后就是蒙佛皆引 采着莲花 往生到极乐世界了 这真的我们讲就太殊胜了 不过 有些人可能听了刚才前面的道理 还是听了这个故事 都还不肯相信 可能就认为说 没有道理 怎么这样子恶劣凡夫 甚至低欲的众生 就这样念佛 可以蒙佛救度往生净土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答案 就是在于少尔大师所讲的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援业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念佛法门 是靠佛力救度的法门 正是跟其他法门 跟其他佛陀不同的地方 少尔大师说 其他的法门 通常是靠自己修行修心 所谓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这当然就是要求个人 是有很好的修行 很强的道心 很力的根基 但是阿弥陀佛这尊佛就很特别 众生在念佛法门能够得度 完全是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不看自己的修行的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援业 所以不管如何恶劣的众生念佛 都可以得度 因为这是靠佛力的 刚才的老人家能够得度 就是这个道理 简单来说 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看少尔大师说的 是大愿大业大力来的 《无量寿经》就有记载 阿弥陀佛的大愿 是花了五大劫实为成就的 就是单单发愿 就花了五大劫 那发愿以后还要行动 结果阿弥陀佛就修了 造载永结的大业菩萨道 来完成他的大愿 各位 造载永结是非常大的数目的 单单造这个单位 就有13个数目字 载就有45个数目字 而且还要以节来算 不是年不是月不是天 而是节 这全部加乘起来 都不知道怎么算 简单来说就算不出来了 所以才说永嘛 永就是永远 造载永结 就是算不清就对了 所以各位 五大劫的大愿 造载永结的大业 然后完成的誓愿又怎么会说没有力量呢 你想想看世界的哪个东西是用这么久的时间完成的 都没有 就阿弥陀佛的愿是花了这么久才完成的 一般的佛成佛也只有三大阿生起结 但是阿弥陀佛是花了造载永结 所以上奥大师才说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为真上缘 也因为这样 为什么连地狱的众生忤逆十恶 迫接着众生念佛也能够得救 就因为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愿力太强而有力了 根本是没有救不到的众生 就好像说要解决穷人的问题一样 各位请问要怎么解决穷人的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教穷人自己进步 自力更生 要不然就是有一个大有钱人 可以直接救济他们 是不是 现在全世界的穷人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够解决呢 就是因为钱不够多嘛 资源不够啊 如果今天资源够多 用都用不完 可以直接送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请问还会有穷人的问题吗 当然没有了 所以不是说恶劣的众生不能够救 就看有没有大愿大业大力的佛出现而已 阿弥陀在成佛之前 就知道我们众生的劣根性 所以他才发愿成为 这样大愿业力救度众生的佛 要救其他佛陀救不到的恶劣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才会被称为是佛中之王 也唯有阿弥陀佛这一尊佛能够救度一切善恶凡夫 这是阿弥陀佛特别殊胜的地方 少大师称之为别义之宏愿 是特别广大无边的愿力 因为能够度这个恶劣众生 就代表说你一切的众生 统统都能够得度了 所以佛举出恶劣的众生念佛也能够得度 并不是说鼓励我们众生造恶 而是凸显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而已 像有些人看到无逆十二念佛能够得度的例子 就以为说佛鼓励了人家造业 其实有时候看佛法还要思考一下 因为佛会希望我们众生犯这个无逆十二吗? 各位 无逆是要杀佛破坏佛法的人 难道佛鼓励众生伤害自己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佛说无逆十二念佛能够得度的例子 是为了吐出阿弥陀佛的宏愿的特别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例子 怎么能够显示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同呢? 是不是? 今天如果讲阿弥陀佛能够度观世音菩萨的话 请问这位显示阿弥陀佛特别吗? 当然不行啊! 教教师说现在来到一个医院 医院里面有妙手回春四个字 结果你看到这个医生过去只是治好伤风感冒 请问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医生很特别吗? 值得写妙手回春四个字吗? 当然不会了 为什么不会? 因为治那三风感冒哪个医生不会呢? 是那种可以让脑死的病人复活 让绝症的病人康复 把老人痴呆症都能够治好 那这个医生才特别 是不是? 同样的 今天如果说子度会修行的众生 可以入定观想的 可以修善修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这个其他法门也有嘛 就因为念佛法门统统没有这些条件 就算不会修行 恶劣的众生都能够得度 一切善恶反复都能够得度 一个十二夜 没有学佛的人也好 破戒造罪的众生也好 甚至连阿比地狱 五逆十二 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都能够蒙佛救度 本来是不得好识的 像世间神所说的 下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超生的 结果竟然最后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欢喜 跟阿弥陀佛到最美好的净土 莲花化身成为佛菩萨 那这一尊阿弥陀佛就显得太特别了 是不是? 是啊 少大师说 安乐能人显赃别意之宏愿 一切善恶凡复得生者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源也 别意之宏愿就代表说 是特别的大愿 因为简单来讲 除非你是不念佛 要不然有念佛 是保证人人都可以往生净土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 大愿业力为真上源的保证 如果不行 就代表说阿弥陀佛根本就没有力了 那讲什么大愿业力呢? 我们世间人说力量很大 就代表是很厉害的意思 就好像说这个汽车大马力 就代表说可以跑得快保得远 那讲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 就是保证 一切善恶凡复都能够得度 这个不只说跟其他法门特别的不一样 也是跟十方诸佛不同的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要把其他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归到念佛 让众生靠上阿弥陀佛的宏愿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唯有阿弥陀佛的宏愿 才能够广度十方一切的众生 其他的佛陀 包括释迦牟尼佛自己 其实只能够度少少部分根系很猛力的众生 那唯有阿弥陀佛才能够普度一切 因为不只根基好的众生念佛都能够得度 连不好的也能够得度 这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普度众生了 那释迦牟尼佛事件在世间弘法才没有白费 要不然释迦牟尼佛出事说要度众生 结果只有度少少部分的人 那不是白来一趟的吗 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正好是符合了释迦牟尼佛来到世间弘法的本怀 我们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就符合了释迦牟尼佛的心意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学佛不念释迦牟尼佛反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 你这个就不懂了 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特别重点的介绍 是释迦牟尼佛特别希望我们众生念的佛号 我们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就满了释迦牟尼佛的心愿 赵老大师又说 佛密宏生叫我们南小 三邪十圣福彻所亏 赵老大师说 其实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意识是很深密的 深密不是说佛故意不说 而是说我们众生心思太初心理解不到 不要讲普通人能理解不到 连大菩萨都理解不来 佛的意识其实只有佛懂 所以阿弥陀佛的宏愿也只有释迦牟尼佛懂 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才有办法推广给我们介绍念佛 像刚才说的 有些人认为说 怎么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 怎么善恶凡夫也能够得度 怎么佛只有交代念佛 而且大藏经里面一直提到阿弥陀佛 很多人一直问很多的为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佛密意红生叫门难笑 三邪十圣的大菩萨都不知道 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呢 那理解不来怎么办 上老大师说 我们直接去养性 性瘦就行了 真的 有时候理解不来的事情 我们直接接受就好 像有时候去看这个医生 医生讲了一大堆的名词 我们普通人也听不懂 是不是 那听不懂也不要紧 直接相信医生 把药吃下来就行了 所以上老大师说 我们凡夫有时候也不懂佛陀的心意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要一直劝我们念佛的理由 也不知道 那也不要紧 我们直接念佛就好 毕竟我们已经看到释迦牟尼佛 三番四次指引我们 要投向阿弥陀佛了 又看到阿弥陀佛 要互念我们 那真的 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难道说我们担心佛骗我们吗 是不是 佛就说 佛的智慧太深广 一般都理解不了 唯有我们谦卑 直接信授就行 所以有些人说 我要理解了才来相信 这种讲话就太夸张了 因为佛讲的话你还能够理解吗 你还能够理解的话 那你不就是佛了吗 我们就是不能够理解佛讲的话 所以才直接从相信入手 其实理解也只是为了相信而已 那你现在直接相信不是更直接吗 所以刚才才说 听不懂没有关系 直接相信佛的交代 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 学佛 本来本来就不是要把佛讲过的大大小小的话理解的 是不是 今天你去看这个《大藏经》 你能够保证你能够理解佛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吗 如果说你说你能够理解 那你确定你理解的是对的吗 佛都说了 如来智慧海为佛独明了 那你还要靠你一点点凡夫 小小皮毛的智慧来理解 不就是太自大了吗 所以甘愿直接信受来念佛的好 能理解多少就是算多少 反正来念佛就是 既然释迦牟尼佛是这么引导的 阿弥陀佛也是这么呼唤的 当然肯定念佛是没有错的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也是如此吗 平常茶米油盐 这小事或许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些 但是一旦接触到专业的东西 我们真的只有接受的份 像为什么说这个手机能够打电话 为什么手机又能够拍照 为什么手机又能够连接这个电脑 太多太多是不能理解了 你就算跟我们讲我们也不能理解的 所以直接接受就行了 所以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说 你要念佛 也看到阿弥陀佛说 你念佛 佛光却照着你 以后我来接你到净土 那我们真的直接就念佛就是 就像刚才科技的东西 哪里需要问这么多东西的 这个是专业高深的学问 我们普通人只有信受接受的份而已 那世间的学问都不能理解了 结果有些人还说 要理解高深莫测的佛法 哪整的像佛所讲的 娇慢必懈怠 难以信使法 不是不能相信 只是个人太傲慢了 他以他的傲慢来当作理由而已 哪里是不能相信 因为相信很难嘛 医生叫你吃药很难啊 医生的话你听 就要佛的话你不听 所以是自己傲慢嘛 不是真的信不来 圣上的大师说 养为释迦此方发浅 弥陀及彼国赖赢 彼患此浅 其容不去也 直接养性 当佛是高高在上的 我们就听话 现在看到两尊佛 一尊释迦摩尼佛在催 一尊阿弥陀佛在呼唤 所以就直接当下信受念佛就是 好像妈妈叫我们去找爸爸 爸爸在对面开着手来欢迎我们 那我们还不走吗 当然是直接上路念佛了 还要想这么多做什么呢 所以笨一点也有笨一点的好处 其实在佛的面前 真的是越笨越好 那些想多多就绕远路了 就像人家明明一开始跟他说 你向左转就行 但是他偏偏不信 要绕一大圈回来才甘愿 才确定说 真的一开始向左转就行 那你这不是多余的吗 所以各位 我们就放胆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就如同释迦摩尼佛最后的交代 如好此事与此事与此事与者 即是此无量受佛名 今天魏赛节是纪念佛陀出生 成佛涅槃的大日子 在纪念释迦摩尼佛的大日子 我们来聆听释迦摩尼佛给我们留下来的心声 交代祖父 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真的太好了 真的没有辜负释迦摩尼佛来世界的给我们传法 而我们庆祝魏赛节才真正的有意义 你想想看 有什么比听释迦摩尼佛的话来念佛更加有意义的 是不是 确实念南无阿弥陀佛来庆祝佛陀的魏赛节真的是太好了 那在此跟大家共念 我们这一生好不容易得到人生 得到人生还能够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 还能够遇到佛陀本怀的大法 念南无阿弥陀佛 保证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度的法门 那讲真的我们太幸福了 不管平常的日子过得如何 单单念佛能够得度 就已经把一切的不足统统圆满 毕竟我们这一生已经决定得度了 那好 那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就祝福大家 在魏赛节佛陀的纪念日 念佛 安乐 南无阿弥陀佛 善导祖师佛陀出世本怀之文 出至观经试帖书 真如广大 无胜不测其边 法性身高 实胜莫穷其技 无尘法界 凡胜其缘 两狗如如 则普盖于韩世 横杀功德 极用赞然 但已构杖复生 静体无有显躁 故事大悲云一息化 进入火载之门 沙甘露润鱼群盟 辉之巨 则朗众恨于永悦 菩提宗子 借此以抽薪 正觉之牙 念念依之增长 依心起于盛行 门于八万四千 见顿则各称所宜 随缘者则皆蒙解脱 然众生葬众 取物之者难民 虽可教义多门 凡或无忧便懒 说仆化主 引其请故 及广开净土之要门 安乐能人 显张别意之宏愿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 为真上愿业 又佛命意红生 教门难小 三仙十圣 福策所窥 况我信外清茅 感知子趣 仰为释迦此方发浅 弥陀即彼国来迎 彼患此前 其容不去也 唯可情心奉法 毕命为妻 舍此会生 即正彼法性之禅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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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a Amit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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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遍活aten música合流的後面 警察是更隔天ative的心理 嗯苏 南無阿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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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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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 杨栋梁 人人 杨栋梁